十憂狀元港姐麥明詩 早派說心情不好 放假去了沖繩一個月潛水散下心 潛完水回來就傳出不同無線續約 而是轉籤一言一騷的合約 這日他就在社交平台上鋪了張跳舞照 還留言說不要被失去的恐懼令你停止戰鬥 看來已經是下定決心要離開 有傳他去年就已經在美國考了執業律師資格 可能早就有意轉去法律界發展 而他這個決定也獲大部分粉絲支持 網民普遍認為以麥明詩的智慧做花旦反而大財小用 麥明詩就說這一兩個星期 還可以在節目年輕人聊天到見到他 那粉絲們就要把握機會了 發展出了 那片 unable 一言 豪